高举紧握拳头 神情坚定 83岁资深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 今年6月宣布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党的议员 宣誓大会就办在上海影城一号大厅 牛奔拍胸脯宣誓 把自己剩下的岁月奉献给共产党 引起媒体与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致信给牛奔 勉励他好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 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做表率 习近平在信中肯定牛奔加入共产党的决定 在年迈的日子里还能够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实现夙愿实在不容易 习近平为牛奔感到高兴 希望牛奔能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 牛奔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11岁开始就从事表演工作 演出过许多快智人口的电影 像是龙须沟 红色娘子军 天云山传奇 木马人等等 都有他演出的影子 牛奔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受肯定 2017年更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事实上牛奔一生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 加上受老一辈电影人的影响 青年时期就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来从没放弃过 近年来他又多次向组织表达入党意愿 现在他不在乎白发苍苍 完成梦想成功入党 牛奔收到习近平的信件之后 激动不已几度哽咽 牛奔认为习近平会写信给他是莫大殊荣 认为自己只要能力所及就会全心投入 去做好党组织交付的工作 落实在行动上才不会辜负习近平的厚爱与期望 习近平置信给牛奔 就在先前崔永元爆料事件 搅动整个演艺圈的敏感时刻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选在这个时候 向文艺工作者发声 是有意向娱乐圈喊话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徐文林真理报道